市長的補選進入倒數階段 結果國民黨參選人李梅珍呢 他被踢爆碩士論文是抄來的 李梅珍在今天開記者會說明 並且表示願意放棄碩士學位 選舉公報上面也將刪除 中山大學碩士的學歷 聽一下稍早他怎麼說 對於我個人在職碩士班的論文 引起各界的討論 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 模糊高雄市長補選的焦點 我深感遺憾 我個人年輕時的不察 造成學術倫理的爭議 如今的我 應該表示歉意 並且展現負責的態度 為了避免此一話題 繼續的延燒 造成社會的困擾 我鄭重宣布 放棄我中山大學 在職說是班的學位 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李梅珍 陷入了論文抄襲風暴 她親上火線表明 她說當初蔡英文總統的論文 也遭到質疑 她認為如果要一併來質疑 一併檢驗的話 大家應該要一視同仁 另外過去很少針對個案來回應的 像是教育部 中山大學 也發表了聲明說要啟動審查機制 而民進黨呼籲叫李梅珍誠實以對 從民進黨到學校到教育部 口徑一致 被質疑是親國家之力到來圍剿 而李梅珍表示 她此刻終於明白 當初韓國瑜被鋪天蓋地 抹黑的心情 碩士論文風波雪球越滾越大 李梅珍被控抄襲 喬委會委員長 同政員的文章 週刊加碼爆料高達96%的 業數比例 雷同北大碩士生雷正如 在2000年7月出版的論文 蔡總統的論文 現在也是疑於滿天飛 要檢驗的話應該是一視同仁 而不是分什麼大總統還是小市長 如果蔡總統回應了 我一定會按照她的標準回應 青少活線把論文戰場 從高雄市府拉到總統府 子彈飛到蔡總統前 民進黨先擋下 倫敦政經學校校方 都有正式的駁斥跟聲明 還有證明 還要提醒國民黨候選人勇敢面對 從黨中央發動攻勢 要李梅珍再把話交代清楚 只是這一來一往間 連很少對個案發言的教育部都聲明 如接貨檢舉將依法定程序處理 而向來保持中立的學界 中山大學也介入 表示已經成立委員會 進入學術倫理審查機制 若屬實將撤銷李梅珍的 畢業資格和學位 這一次這樣子的狀況鋪天蓋地 我終於知道韓國瑜市長的心情 跟許坤源為什麼從17樓跳下去 本來只是港都對戰 隨著論文風暴滾雪球 從民進黨大學到教育部 國家級的圍剿力道 一次衝著李梅珍來 高雄市長這一戰吃盡苦頭 掃街菜市場廟宇拜拜 陳其邁每天排滿行程 7月25號星期六首度大型造勢 行政院長蘇貞昌將站台大力加持 七早八早就跟蘇院長預約說 那我競選總部成立那一天 一定要拜託蘇院長能夠來 好好的幫我推薦一番 黨內大咖一個接著一個 巧的是25號星期六這一天 對手李梅珍競選總部也將成立 前市長韓國瑜是否就是開幕嘉賓 我們現在還在聯繫中 總部成立已經有邀請一些前後任的主席 還有各縣市的縣市長 韓國瑜的時間敲定了嗎 目前還沒有 不過選戰在即 李梅珍攻讀中山大學的論文 遭到質疑抄襲 巧務委員會委員長 同政員的文章答四頁多 後來又被爆出 扣除摘要目錄跟參考文獻 整本多達123頁的本文內容 幾乎都是抄襲 遭受到外界質疑的地方 應該還是要親自來說明清楚 蔡總統的論文 現在也是疑於滿天飛 要檢驗的話應該是一視同仁 而不是分什麼大總統還是小市長 如果蔡總統回應了 我一定會按照他的標準回應 我終於知道韓國瑜市長的心情 跟許坤源為什麼從17樓跳下去 為了論文爭議 李梅珍親上虎線沒有說明 而是要求一視同仁 最後重重放下麥克風 從怒氣再切換臉上笑容 看來競選總部成立前 被論文爭議籠罩 已經感受到這場選戰真的不好打 記者林鄭和林婷陽 林智慧S&小組 高雄不到 民黨告市長候選人陳其邁一大早就直奔茂林山區搶攻藍營原住民的鐵票倉 背上當地原住民送給他的側背包 海手拉手跳舞 陳其邁越來越放得開 周日北上參加民黨全代會沒有公開行程 隔天不只排得滿滿滿 還到山區搶原住民票 反觀對手李梅珍跑的行程確實沒有陳其邁多 但其實是自有計劃 對方一直放消息 一直放消息說我們是選假的 那我現在一定要趕快去請一這些大佬 讓他們穩定他們的軍心 李梅珍澄清因為他起不晚 當務之急必需要先整合藍營內部 非公開行程多半都是在請一大佬 但也被陳其邁反酸 起不晚的話就要多跑機場嘛 這個人民才是大咖才是陶嘅啊 周一上午陳其邁到茂林山區 李梅珍則是來到錢津參觀老青共居社會住宅 要搶購年輕人和長者票 已故議長許坤源的女兒還有兒子 也都一起投入輔選 但外界也很關心新北市長侯友宜 還有錢剛好市長韓國瑜 什麼時候才會南下助政 他也很積極的想要過來 那時間上我的行程都排得非常的滿 所以現在還在敲 急需黨內大咖扶選的李梅珍 被爆論文涉嫌抄襲 他強調當初都有通過學校審查 是沒有問題的 越級打怪選高雄市長 李梅珍多半處於劣勢 距離補選剩不到一個月 藍綠攻防繼續隔空交戰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今天我們有唱一首摩扁頭 所以我來做一個美酒精的摩扁頭 來味道他們 李梅珍半夜不睡覺 要親手製作五酒精特調 好巧不巧就是以最近 MV涉及親權周董新歌 Mojito為出發 自癒愚人和風波早日平息 哈囉 大家辛苦了 哇哇哇 這是什麼啊 這就是沒有酒精的 李梅珍半夜特調 靠賞競選團隊 影片拍得很溫馨 還有網友說這外面買不到 不過風波真的是一波未停一波又起 因為李梅珍又被爆出道圖事件 知名LINE貼圖的設計者留言要求 李梅珍不要將他的創作圖印製在手舉牌上 因為他沒有授權 馬上就被網友截圖 李梅珍也火速在臉書陳青 說這手舉牌並不是他們團隊製作的 而是支持者印製的 尊重原創不要再做什麼事情之前 希望都來跟我們總部先討論一下 他們可能比較不了解這一方面的資訊 說到貼圖李梅珍的對手陳其邁 更有自己的專屬貼圖 還取名為My Dear Friend 就連愛貓小米也有專人設計 而對於李梅珍背爆道圖 陳其邁要他錯了就要認錯才接地氣 已經是第二次的爭議了 那我們還是提醒他能夠要注意 選戰倒數陳其邁李梅珍 各自跑行程敗票 最近又因為侵權風波 雙方你攻我守 儘管火藥味沒有那麼濃厚 但李梅珍越級打怪 選市長多半處於劣勢 也難怪他上廣播節目 透露希望韓國瑜來幫忙 不管有沒有機會同台 都要展現國民黨大團結 姐高雄最後報導 所有的公司都沒有告我侵權 那你們1450憑什麼說我們怎麼樣 你們躲在背後然後帶方向 到底是要對我們的社會造成有多大的影響 情緒激動 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李梅珍看得出來有點生氣 他新推出了競選MV 改編歌手周杰倫的新歌 遭外界質疑侵權 現在影片已經下架 他們的聲明稿也都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要從那個Tatec上面播平台播出來就沒有版權的問題 周杰倫所屬的捷爾音樂透過聲明表示當時在抖音使用的溝通上有所誤會 就是人的尊重 李梅珍怒轟1450帶風向 一時間想平息恐怕沒那麼容易 解高雄綜合報導 天才剛亮 國民黨高雄市長博選候選人李梅珍清晨5點就來到魚市場敗票 而這個點對手陳其邁上週才來過 現在兩人不只要比誰騎得早 還要在議題上先發智人 名將批你是韓國瑜2.0 韓國瑜2.0 對 批你是韓國瑜2.0 這是老問題的韓國瑜2.0 李梅珍一笑置之被綠營議員批韓國瑜2.0 就是因為他針對港版國安法通過 表示會延續前市長的香港村政策 覺得好的政策當然是我們不變的方向 李梅珍一早林好三行程 陳其邁儘管民調領先對手40個百分點 但也沒有鬆懈 一下吃肉圓 一下又到廟宇參拜 接地氣與民眾擲乾淨 但這幾天下雨有韓粉就在臉書PO出 幸福川變得又臭又髒 高雄市美市長了嗎 髒了兩天清潔員2日一早來清 河面上還都是髒污 韓粉痛批是否是眼瞎了嗎 而這也讓李梅珍撿到槍 幸福川現在說非常的髒亂 那我相信現在的代理政府 已經完全鬆了螺絲了 我想這個市政的問題 由這個代理市長 這個市政府來做回復啦 高雄市長補選藍綠陣營敗票行程 李梅珍 陳其邁亡不見亡 但隔空交鋒 韓國瑜始終還是國民兩黨 你攻我守的關鍵人物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履前兩損 記者高雄綜合